发烧门诊人满为患 后诊室被挤得水泄不通 连正常行走都有困难 中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海啸 医院每天都涌入大批确诊者 面对诊间内满满的病患 前线医护人员没有一刻停歇 现在我们每天的这个公共量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530多的急诊量了 来的病人全部都是养和才50 60 70这样 所以众人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我们医护人员也相继的病倒 中国看似才刚要迎接染疫高峰 北京当局却宣布明年1月8日起 要取消入境旅客的隔离措施 入境者不再需要申请健康码和集中隔离 意味着中国实施了三年的严格边境封锁 正在进一步迈向与病毒共存 原本街道陷入一片空荡的北京和上海 这几天也陆续恢复正常运作 地铁站纷纷出现通勤人潮 中国松绑入境隔离措施的同时 也宣布对感染者不再实施隔离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 以及不再划定高风险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 首次在防疫松绑后公开发言 也指出新冠防疫正在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应该更加有针对性的引导民众主动学习健康知识 不过专家警告管控措施放宽以后 病毒在中国迅速蔓延 还是不能够太过松懈 除了重症和死亡人数提升 科学家也警告 中国因为具有非常庞大的人口 而且免疫力有限 因此很容易成为病毒变异的温床 未来中国疫情会如何发展 人充满未知数 环宇新闻环宇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